鲤鱼大铁腾 女家爱豆关注了 都说好 牛败 哈喽小朋友们 笑无道理 大过节的我们竟然还在更新 大家估计得怎么样 有没有走心气 为了同时让你满足看好电影 跟我们公开和家人交流的问题 我们编辑过 不少人特地推荐的下面题部 冷门高分电影 半夜不顾 漫长假期 总会有一些亲戚举手提问一些哲学问题 谈对下了吗 怎么还不找 什么时候领回家呀 而此刻你只需要打开日本电影 大空港二零三 他跟你聊谈对象吧不是 你就跟他探讨 婚礼出轨呀 一家老小迫降一个备用机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大秘密 小三和原配同处一室 女儿恋爱不是让人生气 儿子着急去面试 老丈人时时刻刻准备放大招 男人喜欢 突然间出现 出现 出现 刺不刺激 更刺激的是 对接她们的是一个口风不严实的八卦女王 哪里有哪里 哪里有哪里 出现 出现的公园 全都没有人来 出现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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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的写照 剧情那是绝对想不到的啊 导演也是大有来头 这部电影的导演三股幸喜 特点有两个 第一个特别擅长喜剧片 另一个特别擅长堆砌大望 什么护田惠离乡了 小田切让了 香川赵芝 竹内节子 最让人震惊的 就是这部电影竟然是一镜到底 没有任何剪辑啊 这可是电影拍摄里最牛掰 最难的拍摄方式 而且他们还难上加难 没在棚里拍 是在一个真正的机场拍摄 你看到的这部电影 那简直就是一部不落寞的立体舞台剧啊 所有的演员走位 那都不能错 台词不能错 否则那就要从头再来 所以寻找里面的这个笑场镜头 也是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哟 这样的话 starts offensive 我 wenn club 你 你有没有被熊孩子骚扰的 pharmaceutical 你 有没有身为熊孩子 女教不改的黑历史 你想不想在熊孩子面前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 那么你特别需要预计一下 这个9.2分的伊朗经典电影《小鞋子》 编名 天堂的孩子 你别看他是伊朗的小朋友 但那种童年的纯粹那都是直击人心的 故事所有的场景都发生在事情之中 喧嚣但是充满了真实的气息 你看 有帮你淘鞋子的好心大意 也有轰走你的小气老板 哥哥把妹妹的鞋子弄丢了 自己闯了货 没有嗷嗷嗷的大哭 没有找爸妈再要钱 而是自己努力去弥补 实在找不到就只能兄妹共享一双鞋 没有刻意卖餐 但却又让人心疼又温暖 故事的结局是 哥哥奔着这个跑步比赛的奖品 一双鞋子去拼了命的努力 最终却没有拿到预期的奖品 一个人拖着起泡的脚坐在池塘旁边 哇 这简直就是我们不少人那种 没有结果却又特别充实的童年 感同胜数 跟熊孩子老哥还有一招 聊学习 嗨 孩儿啊 几年级了 学习怎么样啊 课文背过了没有 来 跟哥哥预习一下课文吧 按照常规情况啊 熊孩子一般已经走远了 要是还不走 那说明人家真的好血啊 那就给他介绍进口王伯之死 身为出唐四节之首的王伯 一生的故事太精彩了 王伯有辉煌的前半生 人家随便写写作文 那就是腾王格式 对吧 虽有才 未必有毒啊 后半生过了 那就是腾王伯之死了 那就是腾王伯之死了 那就是腾王伯之死了